這個是二君位 你要把它變成十君位怎麼辦 那你是一零先把它變成整組 就是二 來 然後零一變成十君位 它就多少 就多少 零點 多少 零點二五 對不對 因為這邊說二的負一字嗎 零點五 這邊說二的負二字嗎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就是零點二五 好 所以那就是二點二五 所以這個數字 寫成十君位 那就是二點四 好 就一樣的 跟那個整數是一樣的 可是你不要忘了小數點後面 它是二的一字方 負一字方 二的負二字方 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尺數呢 放在電腦裡面有兩種放 最早期 所以我們叫做flex point 那是我練出十代理 用的就是這一種 好 首先flex point 的話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 裡面 我們 我們怎麼樣用電腦來表示小數點 對不對 比如說我現在有 這個電腦裡面是 八個片 代表整數 好 那我怎麼樣用同樣這個八個片的來代表十數 好 那我們每個電腦就規定說 好 你只要存 一兩 兩一 兩兩兩兩 那 假設我說 我的小數點 就是四位 會不會 我們不要說 我們說 我的小數點 五位 我的小數點五位 所以這個數字呢 對我這個電腦來講 它代表就是一兩兩 兩一兩 但是我沒有真正存這個小數點 好 我不希望存這個小數點 因為我只要規定說 我的 時數都是用小數點五位存起來 好 那麼這個就是一二三四五 八色五位就是小數點 那這三位就是整數 這個我們叫Xポーン 這個小數點是固定 是固定 好的 我小如說 我現在要叫你存一個數說 這個 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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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的小數點 這個二進位是這樣 這你的Xポーン是五個小數點 你就可以幫我存了 存成 一零零 然後 零零零零零一 對不對 但是我想 我現在 我現在的小數點 是一零零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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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 你存出來就變成什麼 這邊 一零零 然後 一零零 然後 然後 零零零零零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我只有五位角度 那你這邊是七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所以我就把這個七位這個改進來 我沒辦法代表你 他就會出了一種問題 或者說,比如說我現在來一個 我們市場 比如6.25乘上十二戶 這什麼時候? 亞伯加德羅,什麼常庫?我趕快就趕快 這個6.25乘十二戶-十九 大概,我現在這個電腦裡面 角度位數只能存五位 結果一存進去,通常都是兩啊 對不對,因為6.25乘十二戶-十九 你把它寫成小度位 0.26乘十九 最後三顆是6.25 對不對,人力存出來也常常都這裡 所以,在我們的科技一算,那就很糟糕啊 對不對,6.25乘十-十九 你一進去,讀出來都是兩 科技還有都是兩 然後給你說,這個 這個,十二戶-十二戶-十二戶-十九 等下十二戶-十九 王莊莊莊,你存出來也是兩 對不對 王莊莊,你存出來也是三倍 大 你存下來也是就是兩 王莊莊,不管存什麼數 三倍,兩倍,五倍 你存出來都是一樣大獎,都是兩 好 那你算出來的結果,反正一套 只要是小為小數,連五位的 通通都是四為臉 那你算出來的結果,不能看,不能用 好,所以我們才不用這個方法 我們用的是,這一個,floating point 那floating point,就是我們是浮的 這個角度點,不浮動 所以叫floating,不浮動 好,所以你角6.25乘上十二戶-十九 哇,我一樣可以把你角度出來 然後你角度是12.5乘十六戶-十九 我就把你變成什麼 變成1.25乘十六-十八 對不對 好,這個就是各位所謂高中的科學記號 正常我們就用一個 所以科學記號本身就是一個浮點 這表示 好,他不是做建議說我小數點可有幾位 因為你小數點幾位,你是用十的幾次方去代表 好,那我們現在電腦通常在處理時數 或者這個紀錄時數就是用這個方法 你裡面的時數表情,就是要按照他這邊 好,那這個標準是怎樣 他有兩個標準 一個呢,這邊是32個bit 我用32個bit的人存一個時數 好 那這32個bit的切割是什麼切割 就跟我們剛剛講 你8個bit 你用fix point切割 前面算位是時數 後面5位是想說 好,那這個也是一樣 我把這32個bit 23加上8加上9就是32個bit 總共這32個bit 我把它切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一個bit 就代表這個數 是等數,是正數還是負數 好,所以假如是負數 那我這個s的就是1 這個bit 假如這個等格數 代表是一個正數 那這個s這個bit 這個bit 就是2 裡面記的是2 好 好,然後後面這8的bit 就是x point 什麼叫x point 就是你們的mi mi 這個這個mi呢 它是二件位的mi 然後呢,你不是說這裡面存多少 你抓出來就是多少 不是 他還要把這個mi 這裡面存的東西 你減掉127 好 所以他這個mi呢 裡面放的 不是用tooth complement 不是用tooth complement 等一下我們再說 好,這個是 跟2的幾次方有關係 換句話說 他把所有的十數 都把它變成2的幾次方 然後再乘上一個 小數 小數點 好,後面這邊就是小數點 後面就是小數 所以後面是23個變 所以換句話說 你的有效位數最多就是23位 好 它的準接度 只能準接到23位 但事實上 等一下你會看到 事實上是24位 好 好 所以當有一個 時數 你的準接位數是 在24位裡面 然後 它可以揮到正確的位置 好 好 但是我們的表數方法 就是切成三塊 好 這邊是 這個數是正數 還是負數 這邊是這個數的2的幾次方 所以那個幾次方 這一個呢 是那個 角數位數 角數位數 好 所以假如我們現在有一個 比如我們剛剛講說 好 就這個 10.01 好 好 那它的做法 它不是這樣做 它是把它變成什麼 它變成 1.001乘上2的1次方 那它再把它 再做一遍 變成 0.1001乘上2的1次方 2的2次方 好 那這一個 0.1001 這個小數 就存在這個 flexion flexion 好 然後這個 2的2次方 嗯 剛好 這2的2 我再加到一個 2的4次方 所以這個地方 就變成2的5次方 然後存一個這個數 好 那這個5呢 這個相關的資料 就存在這邊 只是它不是直接5上面去 這等一下我再做 好 然後呢 這因為這個數是正數 對不對 所以這個s 這邊就是 放2 好 就放 那所以我假如是 0.1001乘上2的5次方 我們就這樣做 那假如我是放 -0.1001乘上2的5次方 那它的做 方法完全跟這個一樣 只是這個s 有兩片的1 它就由這個s來 哦 來知道說 我現在存在這個時數 到底是正的還是負 OK嗎 好 那我們再介紹去講 這個s是這樣 那這個me呢 這個s 是怎麼樣呢 它的範圍是介於 1到254之間 1到254 1到254 然後呢 你當你這個數是1到254之間的話 你就要把這個數拿出來 然後減掉127 這個才是它真正能力 所以比如說我這邊假如放了一個 130 這個數字假如是一個130 那它真正代表是2的3次方 不是2的130次方 就是2的3次方 就是2的3次方 所以存在這裡是130 那不是3 那OK嗎 好 所以你 這裡假如放130 那它真正代表那個數 就是2的3次方 所以130-127 然後這個fraction 這個fraction 這個fraction 這個fraction的話就是 這個fraction的話就是 只要我這邊是me 是介於 1到254 那我這個fraction呢 就是把這個fraction抓出來 然後1點fraction 好 所以比如說我現在這個fraction 假如是 011 然後後面就是0 那我這個代表什麼小數 代表 1點011 好 因為 所以 換句話說說就是 你要把它 把它換成 科研機號 拿科研機號的整數 是1 是1 好 那記得 7 沒錯 那記得這裡是1 那既然它是1的話 1就會不 dizendo 對不對 好 那所以 假如是 這個ex clearing 是1 154 好 那麼 那就把這個fraction抓出來 1點 對不對 所以這個出來就是它所真正代表的那個時數 但是這種做法的話,各位可以看出來 它最大是不是只能代表 1乘上1.1乘上2的127四八 最小能夠代表什麼? 最小能夠代表1.00000乘上2的-126四八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數 是2的-132之方 它就不能代表 所以它就用第二種方法 假如我這個exponent 是0 那麼我抓出來的是用這一個方法 這個代表的數是這個數 而不是這個數 所以你這裡面這個數代表是什麼? 就要看這個me裡面放的東西是0 還是不是0 是0,這個數代表就是1 不是0,它就是代表0 所以這個裡面假如放的是0的話 那麼它抓出來就是0點flexion 就跟這個v一樣 這是1點flexion 但是這個出來是0點flexion 然後固定 後面這個me是固定 這2的-1 這樣OK嗎? 好 好 來我們 讓各位看一下 不知道 比如說我現在 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32個bin 然後這裡面就放0 然後這裡面就放000001 這樣 然後我後面就放001 00 這樣 那這個代表是什麼? 因為這邊是0 對不對? 所以它是-1的0 這方就是0 這邊就是正 然後這一個呢 因為它不是0 好 所以呢 它就代表什麼? 2的 這邊是6 這邊 2,4,6 所以6 減低到120 好 然後乘上 因為它不是0 因為f來的不是0 所以它就是1.001 那後面就這也會不會寫 所以它代表就是什麼 代表1.001 乘上2的-121 知道我聽嗎? 那從你 你現在有一個數 是1.001乘上2的-27 你把它存進去 好 你就知道說 因為它是正的 所以第一個b是0 對不對? 然後呢 你這邊-121 你要把它加上127 全進去 -121加1-27 就是0 那你把0 把它寫成 二間位 它就是這樣 好 然後呢 你這個音音這邊 不用寫 不要存進去 你就從後面的001 來 是不是就這個 好 所以給你一個這樣的表示法 你可以把它寫成 二間位 它到底是表示哪 什麼數 然後當你有一個數 你只要把它存進去 整整拍那樣的格式 就這樣 好 好 所以當你可以寫成 當你可以寫成 當你可以寫成 這一個-126 以內 都加速值大以等於-126 1.0乘上2的-126 的時候 你就用這種方式 用這種方式 好 當你比如說你現在有一個數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數 我現在有一個數是 這個1.0乘上 這個10的-2 2的-130 好 那這個 你用這一個不能表示 對不對 因為這個 這個 最小 它只能存到 1乘上12 1乘上2的-126 那你現在比較小 那怎麼辦 好啊 你再把它寫成這樣 好 只能0.1乘上2的多少 -130 對不對 然後呢 你還要再把它寫成 乘上2的-126 所以 兩一點 還在補幾個兩 這邊 差這邊是超五 所以你要補五個兩 1 2 3 4 1 好 這個數 這個等於這個數 所以你把它變成那樣子 逛進去 等著等著 因為它是正數 所以第一個是2 那因為 你這邊是126 然後這邊沒有辦法1點多少 對不對 所以你在用第二種方法 所以你就把這邊放進去 這邊就多少 這邊就是 0 1 2 3 4 6 7 8 就2 好 然後這個後面就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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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所以用這種方法 它就可以讓你免許 你到10的負數 10的負數 10的負數 2的負數 2的負數 負140 2的負140 2的負140幾 都沒問題 好 那很容易已經算說 它最小可以代表在多少 所以非常容易 對不對 這樣OK嗎 所以這一個可以讓你代表什麼 代表到2 好 這就是2 好 正的2 為什麼你只要往這邊通通填2 這邊通通填2 這邊通通填2 那代表就是正2 OK嗎 所以 用這種方式 我就可以提供 比負140 26 這個 還要小的負數 就是 這個 但是 所以你這邊要看 我這邊到底是 涼還是非涼 非涼 非涼 那我最小的這個角度 角度是涼 我要更小的 所以當你有一個樹 你要把它填進去 要填成什麼 你要去叛肥 它可不可以在這個 這個範圍裡面 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就用這個方式表現 不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用這個方式表現 假如還是超出這個最小範圍 零 那就沒準 好 那你就通通一一當作兩 這樣子 但是你用第一種方法 你不能 你沒有辦法代表兩 對不對 你零怎麼要用這個第一方法 因為這個一定要一點零 最小一點零 所以用第一種方法 沒有辦法代表零這個數字 但是你可以用第二種方法 你OK嗎 好 我將近各位一個名字 好 這個就是要花太多時間 好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i311 這一個 這一個 的一個格式 這我們叫754 然後這是32個bit 這個格式 好 那以後你到 到了 下學期 你在寫那個 那個 程式裡的 計較交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 時速用32個bit的表示 它也可以用你用 動作 好 就像說 這個電腦 用64個bit來表示一個值 那這樣子 它的值 有效位數就可以更增加 那裡面的表色 的範圍又更大 好 那所以它也定出來 一個64個bit的表示 這個 這個 這個以後 你站進去你就會 對這個很熟 好 那所以 當你是64個bit的話 它的格式就是 第一個bit的一樣 這三樣bit 代表 這兩個bit 再來後面 11個bit的 就不是8個bit 這個8個bit 11個bit 代表 2個bit 然後後面 52個bit 66個bit 就代表 小觸 然後它的作法也是一樣 然後 就是 你是-1s乘上1.4 乘上2的這個就是... 1m 2s 喔 但是要 當你這個explore的 不是0 它可以這樣說 角度是0,角度是0,它就跟這邊的做法來接近 這一個,跟這個做法來接近 只是它這邊變成是-127,就是-126 那這邊是1023,所以這邊就-1022 角度是造作Precision 以此類說,這是一個造作Precision 好,所以我們這邊有例子 假如我是32個bit 那請問你,這樣子一串數字代表了多少 所以你看,這個bit是-12,它就是負責 然後後面是8個bit,它不是0 所以你要把它打出來,減掉127 它就是2個多少數字 那既然它不是0,後面這個Frecision 我們交出來就是1點多少 所以是1點1 1點1 那1點1呢,你寫的時間位就是1點5 1點1的2就是1點5的時間位 來,所以我們講出來的-1點5 乘上2的-1四方 那因為2的-1四方 我們知道它是0.5 所以-1點5乘上0.5 去負一個0.7 所以中間才是31mablingarsi 這個답表決就是負一個0.7 大概嗎?好 好,那這個...這一個... 其它也不是一樣 就是給這樣一個例子 然後你就一直練習出oca 剛剛是 czyn 自己練習,那練習會不會都很老啊 所以回家吃完雙飯就會自己練習一下 好,那我們剛剛講,時速復合我們也講完喔 所以你看你會代表等數也代表時速 正的復了都會,對不對 電腦裡面怎麼會表示 好,那我們現在再過來就是你怎樣送信 比如說,現在送信送一個蜘蛛訊對不對 那你的mail,它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把你編碼 所以比如說你現在你假如說 你送了一個e-mail,就給你台北的同學 或者是給你原來這個畢業的高中的同學 給你寫行說,Hello 然後,健康號 然後,他就用這個ASCII code 我們叫ASCII code ASCII的編碼 把你送出去 那怎麼編碼?H 好,我們就用H H再來,大H在這裡 在這裡 好,大H在這邊 這個是用16件位表示 所以48 你不能講48 要講48 所以H就用48表示 按出來就48 那482件位是怎麼樣 482件位就是 001 對不對 001 好,它總共是7個bit 所以前面是3個bit 後面是4個bit 8就是100 4就是100 這個H就要這樣編碼 然後1呢 1,1在哪裡? 1在這裡 6 好,所以用7個bit 所以就是0,0 6 所以1,1,0 然後再來5 0,1,0 然後這個就是1 所以這個是H 這是1 好,那同理L也是一樣 所以就是 這邊就是7個bit的L 又是7個bit的L 然後再O 這個就是O 然後這個健康號 就是7個bit 健康號在這裡 這樣 2,1 這樣 好 啊,所以就是總共 就是這麼多bit 就雙棒了 那個女愛同學 那女愛同學 那女愛同學把它打開 你們可能用Yahoo 或者是用 用這個什麼 用Outlook 像我是用Outlook 那Outlook 那Outlook就會把 你7個bit抓出來 變成字母 然後繡在那個靈光屋上面 上面 所以你會看到 太老歐 定看它 好 那通常 我們不是只能用7個bit的抓 我們用8個bit 第8 最左邊再加1個bit 用來做什麼 透霧的政策 那這種透霧的政策很簡單 我們叫parity check 什麼叫parity check 就是我讓 我加一個bit 讓這8個bit 加起來 1個個數 比如色紅數 這樣 這個第8個bit的功能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我這邊 是不是 這7個bit 兩個1 整色紅數 所以我這邊再加0 這樣8個bit 1個個數 然後這邊是1 哇糟糕 這個也成 1 1 2 3 4 4個bit 整個這邊再加1個 也是加2 它1個個數是這種 那假如說 比如說 我們現在看看l是 這個 這個在哪裡 對 6c 對不對 對不對 那6c的話呢 就是l1 1 1 0 7是多少 7是多少 12對不對 那12是8跟4 好 好 所以 那6是1 1 那 c是12 所以就是1 8加4 哎 還是不錯 好 好 好 我們假如說 這個 假如說 這個出來是這樣 那就三個1 對不對 所以第8個bit 就要加1 那它1的個數是 5數 所以第8個bit 加2 還能加1 就看你加進去 會不會讓8個bit 的個數是 5數 這個我們叫 even parity check 就1的個數 這樣 那你也可以當 你可以說 我要是 2的parity check 我剛剛 8個數 1的個數 加解的是 G數 這樣OK 這樣的話 這邊 要變成1 這邊要變1 這邊要變1 那這邊就 這樣 這樣 那一個系統 它可以 它自己選擇 它也是要 Evenparity check 或者說 Operity check 這OK 對 那這有什麼好處 這好處 比如說 我在傳送的Email 從這邊傳到台北 你知道嗎 中間經過的一些 這個 那個 網路 網路線 那網路線可能受到干擾 比如說這個字 我原來是要傳 1100 1100 然後 Operity check 所以1的個數 是5 對不對 哇 假如剛剛在傳的中間過程 糟糕 其中有一個bit 湊掉 油0 變成1 那我在台北一收 欸 你把這個八個bit交起來 哇 1的個數是偶數 我是偶數 這個有問題 這樣OK嗎 好 所以你怎麼出現 單數個bit有問題 它出現問題是 油0變成1 又油1變成2 那你就會偶數 那你就會偶數 那你就會偶數到它的 1的個數 就會是 原來 你要怎樣 技術現在這種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 傳的過程當中會有錯誤 啊 通常只會有錯誤 這個E-mail 它就會拿來去做 所以它會告訴你 這個傳的過程有錯誤 有 transmission error 好 好 所以這個是 很簡單的一種 政策的方法 好 好 這樣OK嗎 這就是用 這一套系統 來做 那個文字的編碼 好 這個幾乎是 世界上非常流行的 一個方法 所以只要英文 就是用這一套 那當然我們中文 也是用另外一套 好 比如BIG5 然後什麼 那個都是用兩個bine 只用16個bit 好 來編碼我們的中文 好 我們這邊沒有 沒有中文的方法 好 好 那這邊是說 欸 在這個ASCII Core這邊 有一些可能 很好玩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來看 比如說A A的話 它是4E 對不對 那你看 DC 它是越來越大 每個是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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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A 那是比小的也很大 好 而且呢 它大多少 大二兩 你把這兩個相減 是16G位的二兩 所以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這種 這樣的特件 因為現在你的程式 你要把一個小A 變成大A 對不對 打出來讓它變成大A 那你就把這個小A的數字 減2兩 打出來就變成大A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資料 小A就變成大A 等等等等 做一些報告 好 那這個以後各位 解誠知識了 就不知道 好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 我們除了 整數 時數 還有字母 對不對 要團體以外 市場我們還有很多東西 比如說 影像啊 各位最喜歡的 還有聲音啊 不過這些東西都是用1,1,2,1 然後我上次跟各位講 比如說影像 你可以看到彩車 那事實上 他就把這個彩車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紅色 一個綠色 一個藍色 對不對 就各位物語裡面 一種三原色 紅、藍、綠 對不對 那紅藍綠 我就紅了 八個別的代表 綠用八個別的 那哪一種八個別 那三種 三個數字 對不對 那我就去調配 就可以調配更多 好 好 所以這個都是 可以做不到 好 聲音也吃一點 OK 剩下最後一個 好 吸口氣 那我們在 這一本書裡面 他有提供一個 虛擬電腦 他有一個電腦 他們自己做的 做了一個虛擬的電腦 他這個虛擬電腦 他一樣 可以接受 什麼樣的資料格子 他可以讓你做什麼事 這個我們以後 第四張以後 我們就會 一直碰到 把一個電腦 把他設計出來 好 那這個電腦 事實上他有一個軟 你可以去玩 好 但是我發覺 要把這個拿出來 會嚇到各位 好 不只嚇到你 也會嚇到我 所以我 沒有用 因為我知道 你們 下學期開始 就有高階語 去玩高階語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這堂課 而且我們教不完 說實話真的教不完 所以我就 只講這個 LC3的原理 就把大家看作是一個 LC3的電腦 他這電腦叫LC3 你把你自己看成一個電腦 然後呢 你這部電腦 怎麼樣執行這些工作 這個比較重要 那假如你只是 玩這個電腦 你不曉得它裡面的內褲 狀況是怎麼樣 你只知道說 你下這個指令 然後它結果就出來 你搞不清楚 它是怎麼樣執行 好 那我們就不要去玩這個 我們就是說 咦 它怎麼去執行 你把你自己當作是LC3這部電腦 然後你怎麼樣去執行 按照LC3的設計方式 所以我們這本書 幾乎都會去告訴我們 LC3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它怎麼去執行 怎麼做輸入 怎麼做輸出 怎麼做教法 怎麼做指令的執行 還有電子電路大概是 大概狀況是怎麼樣 在我們這本書都有 所以你等到選到 這個第十章 這剛好是一段 你大概整個電腦 整個腦心裡面 你就知道說 電腦是怎麼做的 指令是怎麼樣執行的 那麼你下這個 當介紹C++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電腦怎麼樣執行 C++++ 這是我們電器器用的 所以我們電器器用的這本書 是相當然的一本書 因為大家一上電來 就要告訴你電腦是怎麼做的 所以千萬不要去跟梅西比 裡面的同學在資工 哎呦我好羨慕你們喔 對不對 你看你們學的都不需要 像我們去製造裡面的指令是怎麼 電子電路是怎麼樣 好 有同學以前有來問我這樣子 我就跟他講說誰叫你要來電器器 對不對 你要羨慕資工去 你去資工去練 好 所以我這個 你今天 在 因為我們後面 電器器後面有很多客人 電路電子 你一定要知道這東西有什麼用嘛 對不對 你學到電路 學到電子 到底要幹嘛 欸 那你剛才知道這電腦裡面在幹什麼 你就知道說 哇你學到這些電子 電路啊 包括電器器器 都會在你電腦裡面用到 你說 Hard TV Hard TV怎麼會轉 對不對 那就是電器器器的東西 裡面有馬 蛤 他為什麼他一分鐘可以轉到多圈 為什麼不會少轉兩天 這一分鐘少轉兩天 加一分鐘多轉一圈 你這樣子你就慘 有沒有 這不好 所以我們控制住 控制序 我就會告訴你們 怎麼樣把它 東西控制在很穩定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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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承認的東西 就在我們的電器器的課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用這本書 為什麼你會寫得很辛苦 假如你寫得很辛苦的時候 千萬不要抱怨 牙齒咬一下 撐到什麼 你在心裡罵我也沒關係 罵一罵人 反正對我也沒影響 你在心裡罵就好 不要把它講出來 講出來就好聽到就不好 好 這樣用它是我的第二張 第二張的東西 然後第二張呢 我們的習近 不必交 你自己回去做 那你問我說 你要做到什麼程度 做得越多樣 但是 希望你們 不要去背它 你不要說我把這裡面的答案把它背起來 這一點用處都沒有 要保證一點嗎 你要去知道這裡面的題目 它是怎麼做的 為什麼它這樣做 這個才有用 這樣OK嗎 那我們的解答也都有 所以你做一做你可以跟解答 去Check看看 這樣OK嗎 好 那我們下一個禮拜考試 第一個 全部都是英文 好 所以為什麼我要你去看這個作業也是一樣 因為這個作業都是英文 好 所以你要去看作業 第一個是全部都是英文 然後第二個 我們考試的時間 我會 儘量要求在90分鐘裡面 90分鐘裡面 好 所以我做的題目會配合這個時間 然後第三個 我們是先上 90分鐘的課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不是 就是先上一節多一點的課 然後上完再來考試 而不是先考試再上課 先考試再上課的話 你考完就累了 就想要回家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先上課再考試 所以我們下一次上課會上第三章 的東西 但是理想有問題 可以在我們上課的學問 就是考試的東西 第一章跟第二章有什麼問題 那你就可以在我們考試之前上課的學問 這樣OK嗎 所以基本上大概是這樣 我們考試的教師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這樣有什麼問題 那你如果有問題 那你如果有問題 你送E-mail給我 或者是到我了 或者一個人給我們 或者是問數 reb 接找 通通通就要通知 好像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的報導 今天就到這邊 明明製 cosmic